是想當台版的蜜拉丘娃威奇 可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 好 就是姚彩影為了電影 真的拚了貨出去了 她誓言拍一部代表作 所以之前的演出 被鐵鏈整個捆 把關進地牢裡頭被淋虐 還帶著掙扎來求生 沒想到突然休克昏厥了 整個劇組人員當場嚇傻了 趕快把她扶起來 坐在椅子上 還好沒有大礙 而姚彩影拍戲 整個拍到雙膝 跪到紅種 而且要化特殊妝 頭髮上要塗非常大量 油膩膩的嬰兒油 營造逃避活屍追趕的狼狽不堪 不過真的也把她給真慘了